回考2002年卷一場題目的第九 這題目提到雲南過橋米少爺是中國的名菜 先製造熱湯 熱湯再混合生的肉 湯的熱能用來煮熟肉 簡單來說 開頭先用大火 煮至到廢點100度 到廢點後改用慢火 令它出味 這裏是3小時 第一個問題是 為何在廢藤100度的時候 湯的溫度會保持不變 我們曾經學過 當它到達廢藤的時候 即是它煮熟 即是已經到達100度的時候 那個時候 吸出能量 就會作為潛熱 Latent heat 就會由液態的水 變成氣態的水 由水變成 vapor 而在這個過程裏 因為變態 這是一個變態過程 溫度是會保持上素的 State的過程 是溫度會 remain constant 好了 第二個部分 就是 如果小火 即是後期的功率 是300個W 即是每秒鐘 是給300個焦耳的能量煲湯 而有70%是去到環境 即是只有30% 倒些湯 如果這樣煮去3分鐘 就叫你評估一下 會氣化了多少湯 好了 這個過程 我們就要考慮兩件事 首先我們就要知道 就是功率的輸入 這個300每秒鐘 其實 去到 給湯有效的輸出 PO 只有三成 所以這裡是1-70% 即是說 輸入的300 只有三成 可以去到有效的輸出 而這個有效的輸出 即0.3乘300 就會變成 湯吸入的熱能 湯每秒鐘吸入的熱能 而湯每秒鐘吸入的熱能 因為它已經到達了沸騰 就是用來變狀態 即是用來由水 變成水晶 變成水氣 就不是用來升溫 所以用的公式就是 ML 而這個過程 我們說 這個過程 氣化了總共M 那麼多的湯 是維持了3小時 3小時 就要再乘60 再乘60 那麼多秒 所以整條公式就是 這邊是輸入的300 就是有三成 是去到 即是有90 每秒鐘有90 是去到那些湯 而那些湯 我們說 這個 這個每秒鐘90 就會總共 在3個小時裡面 總共會令到M那麼多的湯 變態 M 這個是3小時裡面發生的事情 這個是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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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T 好了 按計算機 按計算機 M就會是2033 0.4300 800 三位有效 就是0.430 kg 的湯 是會氣化了 好了 接下來解釋 為什麼在後期 不適宜用大火 因為後期 已經是 我們可以想像 其實它已經是 進入了這個 如果這個是溫度 它是進入了這個 變態的階段 你加高一點的火力 只會加多的水氣化 更加多水氣化 但是那些湯裡面的東西 是保持100度的 因為要煮食有效能 要高溫的東西 變得低溫的食物 才會把熱傳避 如果你保持100度 你是沒有增大效率 而你快點水 那是有危點 因為有機會會燒乾些水 另外就不環保了 所以第一 沒有煮食效益 因為100度 對煮食的效益是一樣的 第二就是浪費能源 第三就是危險 因為令到湯乾了 High film 就只是增加了 Weight of vaporization 即是氣化的速率 就不能夠令到食物 煮得快些 始終是保持100度 好 接著到這裏 就是一個現實的情景 就是這個人 嘗試有了這些材料之後 熱湯 熱湯上高有一層油 接著就有些肉 還有一些米粉 通常的過程 是會先放些肉下去 煮熟了些肉 接著米換下去 令它溫暖 就不需要煮熟 或者不需要很高溫 現在第一個過程 第一件事就是解釋 為何肉要切成薄片 這個很簡單 是加大吸熱面積 increase the surface absorption 第二 為何面層要有一層油 那這層油 是可以令到湯保持 為何會令到湯保持溫度 正常來說 如果湯有一個蒸氣 這樣出去 即是熱的氣體 最熱的vapor 就是升了上去 對流來說 熱空氣就會向上升 那你走光的熱氣體的時候 剩下的那些 就是比較冷 比較高能量的那些 走光的時候 剩下的那些便會比較冷 就會令到湯降溫 所以油層 是可以阻止熱氣上升 而阻止熱氣上升 最主要是減低熱的流失 於是減低了熱的流失 便可以令到湯保持高溫 用來煮肉 減低熱流失去煮肉 最後 他就講到一些數據 就是如果有1kg 97度的雞湯 它的比熱容量是4200 如果現在放一些肉 每塊肉是0.02kg 肉的初溫是27度 肉的比熱容量是35度 為了健康的緣故 肉不可以加熱至低於霸易度 因為2度 如果維持一段長時間 以下細菌便死不完 於是你吃的時候便會生蟲 所以健康的混合物 湯加肉之後的混合物 即97度的熱湯 加肉會低溫 但不能低於85度 而這個過程裏 最多可以加多少塊肉 以及要計算過程有些什麼假設 首先 這個過程的假設 就是沒有熱散失 Low heat 是Loss to surrounding 即是說 湯的熱力 就沒有流失去其他方向 Loss to surrounding 好了 其實整個分析就是 97度的湯 加N塊27度的肉 變成一個混合物 就是T度的 它們熱交流 熱的湯給了一些能量 凍的肉 凍的肉吸了能量 T度 大家變成T度 這個過程 我們知道 湯是最熱 肉是最冷 混合物應該的溫度 是夾在97度和27度之間 而運作的過程就是 湯流失的熱能 是肉得到的熱能 我們說湯流失了多少熱能 是M1 C1 ΔT1 湯是1kg 湯的比熱容量是4200 而湯 我們當它剛剛跌到快2度 就是97-T 而T 我們當它是82-82 剛剛摘戒的時候 肉得到的能量是M2C2ΔT2 有N塊肉 每塊是0.02 這兩個合起來 就是肉的質量 肉的比熱容量 剛才說了是3500 肉的變化由27度變成82度 82-27 於是這裡就會變成 N乘2乘500 再乘2 2-27 如果按摩 N值會是16.36 因為沒有16.36塊肉 所以為了安全的緣故 要到82度 最多只能有16塊肉 16塊肉 用這條公式計算出來 最後這個部分 有一個食客 就打算先將米粉放進去 然後再將16塊肉放進去 讓我解釋一下 為何這個過程是不合當的 同學看一看 湯加米粉已經降溫 已經低於97度 剛才是當97度的湯 碰到27度的肉 只是加到16塊 如果放了米粉 來到湯的初溫 是低於97度的話 如果這個過程這樣做 你相信就是 混合物 那個湯加米線加肉 就會低於82度 根據剛才題目的設定 低於82度 就是不合健康要求的 所以相信混合物的溫度 是低於82度 就不合健康的考慮了 Not safe for eating Not safe for heating OK